哈喽小朋友们 最近天一热啊 各大新老综艺那也热起来了 光是这周末那就是 从上半场小说观的唱作人 到讲婆媳关系者的人人恐恨的 我最爱的女人们再到啥 创造影像网的时候 还有刚全新开播的极限挑战 再播的有水花的综艺 那就有七八九十档吧 说这么长没憋子真是太厉害了 那大家天天就在后台 就催我们快点梗啊 我们就撸起这个发极拳 那就快点催啊 结果追着追着呢 就发现个歧视啊 怎么这么多东西 已经打开弹幕 就完全都变成了 另一档节目了呢 哦 你就说这专讲明星 婆媳交际的节目啊 我最爱的女人们 来了四组明星家庭 要把男明星和妈妈老婆 关在一块 一块生活21天啊 一直是在玩火 节目组一上来 先给了一家一脏屋 你们搞错啊 故意的啊这是 要看每家是怎么分配打扫的 先出分歧的 那是钟立皮和婆婆啊 他们俩对干净度呢 要求呢就不一样啊 妈你满意吗 不满意喝酒了 那你便不用擦吧 不得擦 不擦你不掉的心里不出动啊 张伦硕在一边呢就打哈哈 挺舒服的嘛 看着呢也就是一句话 就能带过的小事儿 结果你一开弹幕 再说啥啊 这还不离婚啊 这样的婚姻马上就要到头 你再到这个圆程节目啊 小两口确实是有争执 我让你戴气承气啊 你没有啊 我说要戴气承气 我没说嘛 我就说要戴气承气 一旁婆婆呢就不敢调解 就默默呢就把这个活给干了 弹幕摁头离婚了吗 摁了 哎 这一对吃早离 赶紧离 那不止摁头呢还要动手 超大 就算没啥矛盾的一组啊 蔡绍芬和张静霞 老婆大忙 老公小忙 小夫妻俩呢自己达成了同意 让婆婆信 要不要坐一下你 妈妈不要 我来咯 我来咯 这没毛病吧 结果呢弹幕就约了 这就是余孝啊 除了你化身这个民政局啊 弹幕还主动辟的几个嘉宾 最喜欢蔡绍芬 原成一家老婆快关注 最喜欢杨硕一家 中立体伯伯罪足 剧情再敬感一会呢 那辟的排位还会发生变化啊 天哪 这么神奇吗 中立体没帮张伦硕搬行李 弹幕就说 哎 不喜欢中立体了 离了几次关 虽有原因的 喜欢他的老公 张伦硕痛这个中立体发脾气 我为什么发脾气啊 为什么我洗脑 拿着手直播挡着要玩啊 弹幕就说 不喜欢张伦硕了 喜欢中立体 当初他是中立体 就是不外好意 大哥你们清醒一点 这不是创造101啊 想屁个谁 隔壁请好吗 各位创始人 我也喜欢的小哥哥点赞 要说这个家常里短的 容易自我带入啊 弹幕刷成这样 那也情有可原 再来看另一档节目 编辑部被弹幕气炸了的 忘不了餐厅 这节目啊 那是伯格带着五位老人 去深圳开餐厅 餐厅叫忘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五位老人呢 都有认知障碍 今天认得的孩子明天就忘了 昨天在这儿 吃饭的你见证吗 是差点的 你昨天来的 昨天教人跳舞教得可好了 我们都在旁边看 餐厅开了呢 不图钱 赚到的都给慈善机构 只求大家关注老年群体 姨娘呢就泪点滴 从第一集看着呢就开始哭 节目就搞了个小片 就说全中国呀 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有五千万 患有阿兹海默兽 最明显的病症呢 就是这个记忆退化 好美 节目里的五个老人 年轻的时候 都了不起 其中一个奶奶年轻的时候 法语日语英语 那都说的贼溜啊 画的油画看着就能卖钱 还有爷爷 版书写的那比我老是好 诞生病之后 他们出着门 会忘了回家的路 心智呢就可能回到了儿童状态 交流基本靠后 更烦的是原本这病要改善 就是要老人家多出门活动 训练记忆 结果呢老人家一个个的 都不愿意出去 因为他们总是被说老年痴呆 还有这个事 节目组呢就硬是传了一个句啊 推着他们一块和餐厅里的客人去打交道 就这么个初衷 加上一群你看了就像爆他们的人 节目刚上线 豆瓣那就九点四 第一集弹幕 诶那还Love and Peace 就说了 诶我国唯一一档弹幕不糟心的综艺 结果到了第二集 好家伙 综艺Love and Peace啊 弹幕形势急转直下 出来听听 一个老人已经记不得昨天刚接待过的客人 你不忘了 弹幕就说 诶那老人是请来的演员吧 演的挺像啊 年轻时候会三国语言的奶奶说一句 刚不得 诶其实呢就是按照医生的话 自己多断练记忆 弹幕就说 诶是不会说中文吗 最心疼的是病情比较重 心智已经完全儿童化的一个奶奶啊 没有凭上这个优秀员工 委屈的哭了 他的世界现在就是孩子的世界啊 哭呢就是类似于孩子 没有得到小红花的委屈啊 弹幕就说 诶真自我 我就知道这货不满意 对了 我用了这货 还有17个杂 这不叫过分 什么才叫过分 最后的神座啊 客人带着妈妈来到店里 因为妈妈也有认知障碍 希望店里老人开导他 因为妈妈在我的心里是永远那么年轻的 我怕妈妈忘记我 我正难受呢 弹幕呢就开始跳了 诶这个店里来的客人都是家的 都有剧本 行行 哎呦 你数数这个弹幕里跳脚者的关注点啊 奶奶不认识宋祖儿 以为是荣祖儿 荣 弹幕就说什么 诶什么都忘了 记得荣祖儿真了不起 来的客人看老人没有去看明星 弹幕就说 诶这些客人见到明星也不激动 都是托好好看综艺发弹幕的人呢 那就看不过去 一个个回复举报追评这些跳脚者啊 结果弹幕每5分钟就进入一个小高潮 辱骂和第一次辱骂者你追我赶 到我们记录这会儿 太脏的弹幕已经下山了一批 只剩罪状劣者真不是个别特例啊 你就会发现啊 我们想看向往的生活 想享受简单的生活幸福 弹幕仔 我们想看唱作人带火中国原创音乐人 弹幕仔 有意思吗 在看到忘不了餐厅的弹幕站之后 我们就只觉得极为发凉 你连生病的老人都要辱骂 连最简单的同理心 你都会被认作是作秀 当初发明弹幕那是为了打破时间距离方便交流 不是为了你们打破时间距离方便展现你们的力气啊 说得好 今天我们站出来说这事啊 也不知道会不会受到那些脑子有泡的弹幕的辱骂啊 但管不了那么多了 至少保住今天的评论区吧 真的想和大家一起回忆点弹幕能给我们欢乐的故事 Peace 关注公主号鲤鱼打鱼腾666 李坠儿都在看你还不来看我吗 在很多人没有接触到这么一个症状的时候 那是想象不到的 真正在你生活里面 都一定会重复的忘记 人可能人不记得 事情不记得 然后要一直的很耐心的陪伴 对 一定要多陪伴 我从他的眼睛里边能够看到他完全不记得 那一瞬间 确实让人 是 有一些温馨 但是有一些心酸 我想他妈妈现在自己知道 因为他自己跟你说到这一些问题 所以我想他妈妈知道 不过他也不跟他女儿说话了 记忆障碍 我们是一群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就是那个 都是比较积极上下吧 还是有问题 我不是个没用的人 是的 呅 您 福 我们 我们